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也好奇为什么YouTube的第一人数只有三万人呢 有个网友他真的是点到一个重点 他说因为多数的人就爱看激动煽情的戏码 而头脑清楚的人总是少数 我们当然希望社会上面头脑清楚的人能够多一点 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往正向发展 所以怀疑全世界我们依旧会保持中立的评论 不划重取宠 如果您也支持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做法 我们呼吁您邀请三位亲友来YouTube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个拉三个 短时间之内如果我们的订阅人数冲破十万以上的话 我们就来努力推动 看看有没有机会争取 把我们节目时间拉长 或者是增加播出的次数 这是我们金珠年节目的愿望 也邀请观众您一块来帮忙圆梦 来问今天邀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丹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 王高成 黄教授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 郭正亮 以及时事评论员 黄敬平 女朋友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在大过年的 对于两岸关系 蔡总统又发表了谈话 她说她从来都没有反对过两岸交流 两岸之间任何的争议都可以 也应该必须要坐下来谈 来共同化解争议还有分歧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在元旦的时候 她强势回应了习近平的谈话之后 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也让蔡总统的民调 因此处理反弹 很多评论都预期 在正式代表民进党参选 2020的总统之前 蔡英文的声量 跟她的强势的硬度 会持续的硬下去 不过看起来 在过年期间对于两岸今天的谈话 什么事都可以坐下来谈 也应该坐下来谈 感觉调子又放软了一点 建平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转变 自从这个元旦的谈话 跟习近平隔功较劲之后 其实在过年期间 网路声量还有媒体做过 看起来网路声量好像还不错 但是输给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韩国瑜 那偏偏在过完年没多久 韩国瑜度假回来了 然后又开始抛出有关于 九二共识两岸关系的一些 新的想法案一体 包括两岸的这个你农我农 姑且不管韩国瑜他是维持 他过去一贯的这个论述和主张 虽然他强调经济100分政治0分 但是始终会被对手认为他 你就是不断的在喊一些政治的口号 以至于蔡英文在元旦的这个谈话之后 才跟习近平这样的一个较劲完 一个月没有多久 碰到了一个地方的这个诸侯跟他叫板 而且他批评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批评的也是延迟蛮锋利的 以至于说蔡英文现在变成好像 面对韩国瑜下市对上市 他自己也跳下来打 你看今天在讲的那个连脸书都回响说 还以为多了好几个陆委会主委 一方面一有失这个 国家元首总统的高度啦 二方面 二急 因为今年到明年年初 是总统立委的这个选举要改选的这样一个关键 那当然最近从民进党党内的这样情况看来 也有一些乌生希望好像还是变成 蔡英文在党内无人能敌嘛 还是只有他能够代表民进党参选2020的这个总统 但是面对国民党的这个四个太阳之争 然后已经韩国瑜的这个两岸政策的叫板 又拼命的去戳他的这个痛处 蔡英文 他所反映的出来动作都是从他的不只是网络声量 还有从民调看得出来 所以 你说为什么他有这样一个转变最近好像放软 放软的是说他把这些数据举出来说你看甚至他跟陆委会一搭一唱 变成说你看我们过去卖得很好啊 哪有像什么口号喊一喊东西就卖得出去啊 数字 还提供农委会的数字 提供很多农委 那些数据流于过去他们所批评的马英九 马英九政府的时候最让人诟病的就是讲一些冷冰冰的没有赶的数据 结果没想到蔡英文就真的是像大家坊间所穿的女版马英九一样 也开始讲数据可是对于这几年来尤其是2016年 蔡英文执政之后的民众真的有感还是无感其实就是很 很现实的一个天差地远的这样对照 以至于蔡英文虽然他吊着放软是说他们拿农委会拿其他的这个数据去强化说 民进党执政这两年以来东西也卖得出去不是你喊喊口号 他放软的用意是什么的 他放软的用意 一级 二 两岸政策是还是我说了算 在总统这边在中央以至于陆委会为什么要 祭出这一连串的这个怕韩国瑜跑去大陆你不能签政治协议喔 你不能有一些欲举的动作 不能让这些地方诸侯造次 尤其是 蓝营的这几个这个包括 卢秀燕啊侯友宜啊 甚至 这个韩国瑜当选之后 相继要出访到对岸的话 他们是会踩出一条红 这个红线出来 不能让他们这个蓝营的这个诸侯 你认为他的稍微有点转变也是相对于回应包括了像韩国瑜这些人 地方诸侯对他一些两岸政的一个挑战 那包夹对 不过你刚刚提到一个陆委会陆委会陈明通他这个也蛮呛啦 因为之前元旦 自从蔡英文回应习近平的讲话之后 就有人给他叫做辣台妹 不过现在 又有没有辣哥们出现了呢 陈明通呛国台办 是一群疯子 蔡英文才说 都应该也应该坐下来谈 陈明通马上就 也跟着讲国台办是疯子 这怎么谈的委员 不疯子是外交部讲 外交部讲 不是陈明通 武招谢讲的 武招谢讲 但是陆委会也没有软到哪里啦 陆委会还是回到那个什么保卫中华民国主权啦 大概是这样的调子啦 不过 我觉得最近有一些两岸的交锋啊 主要是因为韩国瑜从巴厘岛回来之后 他对两岸确实做了很多发言 那这个也很不寻常啦 我说实在话 因为 朱立伦跟吴敦毅反而很少谈 那反而是韩国瑜在谈 本来要讲政治零分的 韩国瑜讲很多政治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三月要去大陆 因为他说他要去卖 台湾的东西嘛 其实如果他是基于这个角度 然后希望北京能够给他比较好的条件 我认为北京可能想要透过韩国来巩固九二共识啦 因为如果说吴敦毅 跟朱立伦都不大力提倡 那你是 喊了九二共识还是当选 那就希望他去北京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北京啦 不过就是说 他去大陆 他既然是要争取大陆来做更多购买嘛 那北京也会要求他说一些话啦 铺梗啦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铺梗 那甚至 也有一些江湖传言啦 说恐怕去巴厘岛也有不寻常的人跟他见面 这个我不知道 我真的 这个你还追不到 我也追不到 可是就说 可是很奇怪 因为如果是家人聚会那许说 许说也在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而且回来之后就频频在讲两岸 就照你讲你应该是去follow 你的郑达华不要追丢了吧 郑芷琪不要又是吹牛吧 我以为他的这一连串 串纳在一起 其实有记者的功力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无关心联想 当然你如果要 我也祝福他三月访大陆成功啦 卖多一点东西出去 能不能把东西卖到大陆去 对台湾是好事嘛 因为坦白说这个金铭兄 这个我也同意啦 就是说 他那个赛总统用了农委会的资料 我们也细查了那些资料 生鲜蔬果输出真的是不多 大部分都是加工品 那我们的生鲜蔬果 那些是别的进来的加工再出去了 你把它纳为 对对对 当然有一些是 台湾的鱼啦 之类的 可是就是说 龙鱼民现在比较缺的就是生鲜品出去嘛 那个有及时的收入嘛 那个当然我们要加油啦 可是就是说韩国鱼确实是因为有一些 他特殊的梗在铺牌啦 他因为他三月要去嘛 那 所以你看最近事上还有另外一件事嘛 比如说柯文哲李文辉要来参加台北灯会 李文辉有说 那我可不可以去高雄一下啦 那这个 陈平通就说你不可以去 这个跳出你的行程安排 那李文辉为什么要去了 你就可以知道大陆确实有很多力量 想要见韩国瑜 为什么会这样 那当然就因为 人气王嘛 民调高嘛 而且坦白讲他也没把要不要参选说死 那国民党会不会又 弄来新一步的叫做 涣寒风波 没人知道 因为 如果说到了五六月 而且国民党看起来总统初选是会延后到六七月啦 搞不好在柯文哲之后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 从三月之后一路公布了民调那 不管是朱啦王啦或者是 斯大天王都变弃啊 都输 都输柯文哲 那你说国民党内部会不会焦虑呢 所以我觉得站在 北京的立场他当然会想说 哎呦 那这个民调第一的这个人我们怎样 认识一下 够接触一下 要探底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很多基層在铺梗 就算你 你不要 代表蓝 但是呢我们用征召的方式 也帮你做个信号 对吧 这个声音确实出现 出现 那我也不认为小英有变啦 因为坦白讲 C5条对台湾也是有硬有软 所以小英有硬有软 这也是合理的回答 所以我也认为说蔡的发言也不代表说他有变 那我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韩国瑜这次谈话就是说 蔡英文如果你不接受九二共识的话呢 那你就台独 你也不敢台独 你重点是要把大家 告知清楚 到底要把国家带到什么地方去 这是韩国瑜的说话 那蔡英文也就回应了 她说 相较于过去的 中华民国 更在意中华民国台湾 现在跟未来 他在中华民国后面架了台湾这两个字 王老师你帮我们解读这两个字 加上去从总统嘴巴讲出来以后代表的意涵 我觉得意涵当然是把 简单讲把中华民国缩小到这个台湾地区 其实中华民国台湾这个 蔡英文也不是第一次讲 应该就是说在这个选后 他其实就讲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这个说法我认为是非常一个突兀了 就是说因为我们参议院总理一直讲说 我们要保卫中华民国 但是中华民国正式的一个国号是中华民国 不是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也只有中华民国宪法 没有中华民国台湾宪法 所以我觉得他自己主动就片面把这个国号叫中华民国 台湾了 这个其实我认为就是说 其实已经 这个 异化了这个中华民国的 一个内涵 而且他是讲过去的中华民国 对 可能是中华民国 过去是 对 当然他不敢讲就是说他完全 抛弃了中华民国嘛 但是我觉得政治语言上来讲 其实 就讲我们讲台湾跟中华民国是对立的 对吧因为民进党长期来讲 其实是要 取消中华民国 甚至就是说极端的台独党纲 要台湾共和国 后来当然他们讲说 我们接受现状 我们接受中华民国 但是这个中华民国 他指的目前是 台澎 金马而已 跟这个 国民党所讲的这个中华民国 大中国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讲这个中华民国 台湾其实就是一个 对蔡英文始终的立场 他认为他就是一个妥协派 就是说他这个中华民国 因为他也知道台湾多数人其实是 可以接受中华民国的 但是这个从民进党的基本教育派 传统立场来讲 他们是以台湾认同嘛 就是台湾这个图腾很重要 再加上我想就是有一些 台湾的这个选民 年轻的选民 他成长的中华民国 就是看台湾地区嘛 所以我觉得跟这个所谓的国民党讲那个 大中国的这个中华民国 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现在讲的中华民国呢 其实就是说 他想要就是一方面显示说 他是一个务实派 温和派 因为让美方也要对他放心 也是他认为的一个公约数了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又 同时要希望能够拉住 就是说台湾新一代的这个选民 你认为未来一年多 他会不断地支撑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吗 他会 他会强调这个 因为他也要 认为就是说让人家觉得说 他其实 其实还是一个维持现状 他并没有抛弃中华民国 因为现在大家都常常讲 中华民国是台湾最大的公约数 他不敢不会去抛弃 但是他要加一个台湾 因为这基本上是对他的支持者 有一个这个情感的 勾勒的作用 老师你认为以他的总统之尊去 直接回应韩国瑜地方的市长 是拉抬了韩国瑜还是做小的总统 还是两个都有 第一个当然做小的总统嘛 对 但第二个现在韩国瑜 不是一个地方市长的一个等级 其实韩国瑜先是台湾这个声量 这是民调甚至比蔡英文还高 所以对蔡英文来讲 说不定他是下次打上市 因为他也许他职位是总统 可是以韩国瑜目前的声望来讲 是高过蔡英文了 所以蔡英文 我是觉得就是说民进党现在是把蔡英文 把韩国瑜当作一个最大的竞争的对手 我觉得第一个 他们要让韩国瑜的这个神话破灭 就是说 你现在虽然选上工程市长 我要检视你的执政的绩效 因为韩国瑜如果做得越好 其实不管他出不出来 其实我想对于这个明年的 国民党的总统跟立委的选举都有加分 因为韩国瑜就是可以来帮人家助选 拉抬这个声望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也不排除 韩国瑜倒是有可能自己会出来 其实刚刚有讲到韩国瑜最近讲这个 我觉得除了刚刚这个正亮讲说 他为他到大陆去铺路之外 我也觉得有一点不太寻常 这是不是表示说 他其实也不排除 将来在某一个阶段 如果真的形势上 大家一直拱他 他必须要出来 太阳变西洋 不得不有另外一个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发言 他现在的发言 这种两岸的关系 他真的讲得蛮多的 而且跟总统经常在这个对话 我觉得他已经把他的这个位阶 拉高到一个总统级的 国家级的领导人 来 问一下 问一下敬评 因为你看 这个蔡总统在回忆韩国瑜的时候 就说 我怎么突然觉得 我们多了好几个陆委会的主委 很酸 韩国瑜回话也回了一点 还说 你酸我 踩我两脚 看不起我 都没有关系 这个语气有点像吴宗宪 在当时京东讲的时候回忆说 你可以侮辱我一个人可以 你不可以误入整个演艺圈 有点像那种感觉味道的回应 韩国瑜就说 重点是你要告诉2300人该怎么走 韩国瑜这样的回应 跟蔡英文之间的一个这样的对话 这一批你来看 蔡英文是不是心里面 真的把韩国瑜当成是2020 最大的一个对手 包括韩国瑜跟柯P 可能是蔡英文认为到时候的组合选战 因为就蔡英文来讲他 恐怕也不能完全把韩国瑜这个 不管是遭阳或者后裔也好 这个因素给完全排除掉嘛 所以韩国瑜讲的话当然是充满了那种 让韩粉听起来听在耳里是非常爽的又感觉好像接地气的话 因为一句话 就整个突破也点出了蔡英文最大的一个盲点 你既不敢明目张党说整个独立 就宣布台湾独立好了 也不要什么中华民国台湾 就直接把中华民国拿掉好了 你也不敢去修宪 因为过去阿兵时代是嘲笑野大嘛 你现在掌握了这个完全执政 对过半数的国会资源这个席次 你有很大的这个权力 可以去整个去碰这个最敏感的这一代 韩国瑜讲话就是直接 因为你现在是完全执政 你都不台独到你不敢修宪 你也不敢喊独立 你连公投 这个公投修宪 你都不敢推嘛 那 现在你又说中华民国 又把中华民国放在这个台湾的上面 有人虽然开玩家说冠夫姓 但是到底你要怎么走 你就告诉大家 所以他才会讲出那一种 你财我算我无所谓啊 两千三百万人怎么走 你要带大家往什么地方 这也是韩国瑜一路走来 他不断的在两岸关系 这个议题上的发言 他始终围绕着这个重点 就是说你明确的告诉我 其实 感觉上也是韩国瑜不断的在跟蔡英文 你要就逼蔡英文要表态 你要告诉大家要讲什么 这有点 刚我们其实也在讨论说 是不是跟这个大陆一直希望透过韩国瑜 来巩固这块九二共识这个东西 然后问题是蔡英文这两年多来这个九二共识的考卷也没有好好的去回答不肯作答嘛 感觉上 现在变成韩国瑜去要求他去回答或者讲清楚 当然蔡英文的态度是一以贯之 就跟韩国瑜的讲法从选前到选后也没变一样 所以你说我怎么去看这一个 蔡英文是不是把这个韩国瑜当成假想敌 因为连他也没有办法确认说这四个太阳到时候会不会 王啊 猪啊 他这个谁全部都被换掉了 换租换就像刚 郑亮委员讲的 换韩 这很难讲 但 很多人是希望说韩国瑜能够上 但韩国瑜他自己有他 丢不掉的这个包袱和对高雄市民来讲 你又请何以堪 有他的很多的这样一个 问题在 但是以国民党现在的这样一个希望能够 一代新人换救人的这种情形下 我想蔡英文在两岸的这个议题上 这近半年来 不要说这一年 近半年来大概碰到了一个 唯一能够 跟他至少可以打吹够威胁他 可以一直不断呛他的一个对手 你刚提到一个这个修法之后呢 来推独立公投这个事情 邪热岛不断的要推 而且 之前的媒体报导也在说 邪热岛在收集每一个 律委的态度 到时候会公开让大家来公平 律委 到底知不支持这个独立公投 那请教一下 郭政党委有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压力要求 你表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对于这个 喜乐岛推公投 推公投 这一段话呢 AIT的前理治主席 普瑞泽有发表谈话 他写一封信 给喜乐岛 那特别提到了说 如果台湾的行动会造成有战争的风险 把美国卷进去的话 你应该先征求美方的意见 你有跟认可美国政府的权威人士进行咨询了吗 你是否认为川普现在挺台湾 足以支持台湾 可能面对到的冲突跟风险行动 让他们了解到独立公投 可能带来的风险 这段谈话被外面解读说 他的公开信 是代表美国要对于台独出手 管控一下 同时 也帮蔡英文稍微做了一个解套 等下回来请教下委员看法 我们收视频的马上回来 上一段我们聊到独立公投的话题 先问一下郭委员 有没有被要求被表态 这样的一个压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普瑞泽这封公开信给郭贝宏 对于独立公投所带来的风险 有人认为是 美国方面 也要透过一位前官员 对于台独这问题呢 表态一下 稍微控管一下 他可能再来的一个风险 同时也帮蔡总统解套 你怎么看 喜乐岛刚 组起来的时候 第一次 开筹备会 那时候 民进党有不少人参加 大概有 我估计大概有20个例 去的就是表态挺 每去的话就列出来 至少是好友啦 好友啦 那时候因为他没有表态要阻挡 可是到了第二次 就是要推这个独立公投的时候 我们党中央就直接下令 就是不能参加 而且我们立法院的党团的群组 一再三令五声 说绝对不能参加联署 跪党党中央帮个别文员等于解套 不就是党表态 党表态 党认为这个行为不宜嘛 那你后来也看到普瑞哲 也代表美国国务院做某个程度的说 说话啦 你认为他是代表国务院说 不因为他毕竟是前AIT的 这个 最高的理事主席嘛 那你觉得是这样的一封信可以代表说是美国对于台独 对于改变现状的台独他是反对的 反对 而且坦白讲他那种说法就隐约的跟郭培勇讲说 你是不负责 因为你会害我你不要脱我下水 那事实上 你就是靠美国在保护啊 不然你怎么敢推这种东西呢 那你有跟我商量吗 那你所认识这些喜乐岛的朋友们 他们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前官员的公开信 公开之后 他们的反应如何 非常尴尬 尴尬 不因为我坦白说啦 事实上这些 支持喜乐岛的独派 很多都 非常亲美的 他们当然也知道美国如果万一表达这种姿态的时候 等于是抽走他的最核心的支持 抽走底气了 本来就是啊 那台湾老百姓会怎么看 那这里我要再补充一下 事实上韩国瑜那种问法 就是说 你要统要读说清楚 那你也没能力跟中国打交道 坦白讲蔡英文现在的搞法就是叫做现状独立 那当然没有错啦 大陆北京不理台湾啦 就是一切都已如不回啦 可是就说 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做法啦 你也不能说这不叫一种路线 就我认为现在统很困难嘛 那 你要跟北京去搞那九二共识 我认为那个文件不存在嘛 我说至少他的立场很清楚 所以呢我就尽量 不把两岸 搞了很紧张 我就努力壮大台湾 来发展台湾 那 反正 如果你愿意跟我做下来谈 我也愿意啊 我觉得他的路线大概就是如此 你也不能说这个不叫路线 但文言你刚刚提到了 吉特导推台湾公主的这一群绿营的朋友 他现在处理是尴尬 对 尴尬的情况之下 那怎么走下去 我认为走不下去 下个会期不会是焦点 我们不能不能联署啊 而且他这个案子根本进不了立法院嘛 那即使是时代力量要帮他提 程序委员会也不会过啊 所以就慢慢慢慢消失匿急了吗 那就可以用去群众联署嘛 变成公投案啊 可是公投案也不能表决宪法议题啊 所以他这个就完全是一种 体制外的政治运动 他最后就会变成如此 他不是体制内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蔡英文跟美国之间 接下来会有怎么样 新的一个 路线出现 因为现在有五位 联邦参议员 联名写信 希望众院的议长 能够邀请 蔡英文到美国的国会去 发表演说 这五位都是共和党 我看了一下 民主党的参议员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联名的一个举动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演讲邀请呢 美国的学界 当然普遍反应是比较两极化了 像普瑞泽 普瑞泽应该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对于台湾相当友好的一位 比IT的前理事主席 他讲的话有人说比较贴近于他的 真心化是帮台湾做一些思量的 他讲说 如果蔡英文真的去的话 你就违反了美中关系的核心价值 因为这是北京最care的一点 那台湾会付出代价 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普瑞泽讲的就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觉得普瑞泽 他其实我认为他跟蓝绿的关系都不错 他以前跟扁政府其实 也有蛮好的这个关系 他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温和务实派的一个 那他提这个东西 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是代表他长期的看法 因为他长期的一个政策 那我一觉得是有一点突兀 就是说他怎么会特别要发信给这个郭倍宏 因为这个东西 他一个外国学者会写公开信的这种方式 所以这里面似乎就有一点 这个政治的力道在里面 那到底是他个人的意见 还是他真的 就是说反映了 就是说美国政府的看法 可是反映美国政府看法 政府看法 AIT算政府看法了吧 AIT算了 因为在他的信之后 AIT就接着讲 美国反对 任何改变现状 单方面的行动 这都是过去的话 都一样的 不过他也特别提了 不支持台湾独立公投 对 这是信 对 因为美国的政策 一向就是认为反对任何一方 单方面的改变 现状嘛 那你现在就是说这个 台湾独立 这就是一个 单方面的改变的这个现状 而且我觉得 如果说是AIT 他是代表美国的这个官方 现在我觉得中美的关系 我们也不要把它完全看成一个零和游戏嘛 因为川普现在跟 跟这个中国还在谈这个 贸易的这个议题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美国 不太希望台湾问题呢 就是在 掀起一个重大的一个风波 让他成为一个 烫手的一个 一个山羽 所以我觉得AIT 不认者我觉得他是民间人士 但是AIT呢这是比较 尤其是住在台湾的这个地方 的发言 讲给台湾的这个朝野听的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 一个 的调性 那回到您刚刚谈到 就是说 这个学者 其实现在 美国的这个 朝野来讲呢 因为中国的崛起 我们看到这两年来讲 确实是反中 清台的力道 是上升很多 所以 其实你看像国会通过了一些 友台的法案 几乎都没有什么太多反对的意见 那甚至包括美国的学界 过去有所谓红队跟蓝队 现在呢 似乎慢慢呢 这个替中国讲话的 也比较少了一些了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 这一次的一个看法来讲呢 又有一点点这个 的氛围 就是说 像普瑞泽这种 就是他我认为 还是一个老派的 他并没有说受到现在形势上的 这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他并没有说 一昧的现在 迎合了这个反中 的这样一个 一个态势 我觉得他讲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认为说 即便是以中美关系 他的一个观察 甚至对台湾有利的话 那么蔡英文都还不适合到 这华府去做一个演讲 那美国国会 我们看到这个 有的民主党议员也开始 表示反对 因为连署的都是 共和党的嘛 共和党这些 应该是属于里面 就共和党的茶党 这种比较类似 真的是非常极右派 那是反中反反到底的 包括推动这些 友台的这个法案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现在的这个 这个氛围来说的话 当然就是说大家是 现在华府的一个氛围 就是说我们不要看行政部门 如果是以国会部门 跟这个学者部门 确实是比以往来讲的话 清台这个反中的氛围是比较多 可是你说 如果有些人就顺势要把蔡英文 拉到这个华府 去做一个这个演讲呢 那这时候另外又有一篇 认为说这可能又走 伤害到美国的利益了 又走太过分了 我们刚刚请教过委员 就是听到这封信 应该也是帮这个 独派逼宫蔡 稍微做了一个相关的解套 至少在 公投 他态度公投这部分 稍微可以变成暂缓了 但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这封信呢 也有可能是担忧 蔡英文未来一年当中 为了选举的胜选 可能会不择手段 踩到一些北京的红线 所以特别一封信 也 做了一个相对应的 提醒和克制 你怎么看 我觉得美国跟中国都认为 今年最大变数就是台湾 就是说基本上贸易战啊 科技战 基本上还在可控管范围 可是如果是台湾议题 那这个是北京 有情绪因素在里面 那就会失控 而且 扯到的行动可能都是军事 所以 这个当然要他就要特别警觉啦 不过就是说 因为你如果去回顾1995年啦 事实上李登辉那时候回母校康乃尔 也是国会发动的 那 那个过程其实跟现在非常像 我说实在话 现在就在等佩洛西表态嘛 对不对 那 佩洛西当然就是 如果是国会表态之后 然后克林顿在 那个时候总统啊 总统在一定的压力之下 他觉得说哎呀那我就取一个 妥协点吧 我不让你来华府 你就去母校 可是我让你回母校吧 又是口内啊这样 对又是口内啊 又是口内啊 因为在台湾我们关心是第二点 台湾会付出代价 李登辉当年代价就是台海危机 不因为他那个是 我跟你讲啊 那个有一个过程 那个过程就是说当时美国通过邀访 那是邀访啊 邀访李登辉回母校 那李登辉有去跟北京打招呼啊 第一时间 那双方坦白讲有一点默契了 因为李登辉并是国民党的嘛 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两国论嘛 1995年啊 总统还没选 李登辉两国论是1999年 那很后面 所以那个时候北京是想一想就说 那我就 淡然面对了 可是后来的理解是 后来的两国论 不那个是很后面 北京是从1996年1月开始做大动作 那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后来去回顾李登辉访美的过程 包括他本来好像有承诺不开记者会 我简单讲就是说他违反了所有承诺 简单讲 还有包括中华民国说了很多次 那我们后来就看到 连战本来要去奥地利就被 封掉了 然后后来就开始军演 你说李登辉还跟北京 有一定的默契 那个时候 95年 才去恐尿的 但后来还是有飞弹危机出现 解释他的谈话 那现在两岸的关系 蔡英文你去跟北京达成默契或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 没有 那如果真的要去国会演讲的话 那代价会是什么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因为那个时候北京还不够强 那时候跟美国差很远 所以后来柯林顿不是两个航母就 高雄 基隆一踩 那后来 不是丁茂斯 蔡英文想去吗 当然想去啊 做台湾的总统 谁不想去 外交部出来否认 谁不想去纽约 外交部现在出来否认 他确实是还没有在安排 因为你要 这个要尊重美国 未来这一年当中如果蔡英文真的在美国会演讲的话 他的民调会拉升多少 不是 国会演讲我认为不容易 可是 回母校 或者是说 在过境纽约 然后有 比较多的安排 比如说陈学扁就去过证交所 是 对不对 那一种是有可能 那你认为代价为什么 如果是过境 那就有一定的灰色地带 因为那个就跟李登卫那个性质不一样 那 我觉得如果是过境 那基本上普洛泽担心的 那个什么 美中建交的那三原则 就没那么严重 参加选举的人 最明白了解 11月底的时候 你看当时台湾所有的电视评论节目 大概所有的名嘴评论员都说 蔡英文 拜拜了 没机会 拜成这个样子 2020应该出局了 賴清的应该就是稳当 接棒 两个月之内 两个月的时间 从元旦 开始 不管是跟习近平的这个强势的回应 然后他谦卑的去邀请他的对手 苏丁商出来接隔魁 到这段时间不断地在当网红拍影片 展现亲民 你看 他 民进党现在就像你刚刚所讲的 好像 一瞬之间 又变成是 没有对手应该就是他代表民进党出来了 你怎么看 这一段时间那个转变 而身为蓝营 也要选举的人 你会不会担心自己 党内的四大天王搞不定的情况之下 好像 这个气势转变就在这两个月 很快速 国民党的焦虑 就是其实在反映在去年年底 选举刚开始这个民进党大败的时候 民进党党内的焦虑一样 那时候民进党一直觉得说是不是这个 蔡英文2020年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连任 或是 只我一任而且面对独派的这个不断的进 这个进逼叫嚣 独派大佬一直这个要蔡英文把这个位置拱出来 不要再想着连任 换一个人出来 可是随着赖清德主动的求去寝辞了之后呢 对于这个总统大选这条路上威胁他最大的一个这个障碍 几乎可以说是排除了 所以为什么我刚提到说 民进党里面 在蔡英文的眼中 能够最可能威胁他 或是可以跟他这个配合的已经不在了 那当然 民进党你现在要找出另外一个 这个蔡英文之外的赖清德另外一个第二个泰洋或是去找其他人选不太可能 所以当所有的这个泰式情势定于一尊的时候 剩下国民党的这个对手就是乱哄哄 对于蔡英文是有利的局面所以我觉得他转变的蛮快 转变的蛮快是说在整个大选之后 他跟几个民进党当时一起选地方几个主要直辖市长的人 一样 不管是用把自己塑造成网红的方式或是从2014年科匹有卷起的这样一个 走网路的这样的路线其实 调整的步骤很快 所以从政策上 从这个姿态上 从还有请书这张组合上 他的转变就在于 人选 定于一尊了 那 由他来出来之后呢 那接下来怎么让民众慢慢的去信服他本来是民调很低的一路这个探底了 然后随着再加上元旦的成的谈话让他重新 把过去那个辣台妹的这个形象又把它建立起来 然后他自己也有了一些信心 相对的国民党而言 国民党现在当然四个人会挤啊 因为向吴敦又抛出一个全党员制 我先不要问他们四个人挤不挤 我先问 要选的蓝营的人挤不挤 在过去两个月之前我们看到 好像树岛胡孙散 很多绿营委员有集体的焦虑 因为不知道到底谁来带头 现在变成是在蓝营 现在变成蓝营 四个天王 明明有人相公还在排桌上 人气候韩国瑜也没有说要选 你们要选的人会不会开始出现 最近两个月前绿营委员那种担忧 有 已经有了 对绿营没有人吵蓝营有人争 那蓝营有人争 有人争大家就觉得说他 比较有机会 我说的是说如果我要选立委 我会觉得说 郭正亮对我比较有帮助 他跟我一起选他选总统我选立委 我比较好选还是 王高成对我来 我自己会盘算啊 所以这就印证到为什么到底会讨论吴敦亦有没有票房 还是朱立伦 还是甚至马英九要重新来回锅 还是王金平这样一个老江湖再出来 到底会对哪一个 其实 要选立委的候选人急 党员也会急 想说那你就推出一个最强的人嘛 以至于甚至有市议员就开枪 就叫韩国瑜出来嘛 所以这就反映到那种集体的焦虑说 我们一定要拉下这个这个蔡英文 一定要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执政权夺回来 但是这四个好像 又不行 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立委 跟2016年一样 换租换租换租 这个兵败如山倒 然后立委席是缩减到只有35席 那当然 2020年很多人讲不太可能啦 国民党目前不敢说形势一片大 但至少不会插到只剩下35席 你再怎么提不分区加区域 都还会有一些掌握 但是既然如此 想要跟民进党分庭抗你 那个最强的人选 当大家这个千文万万想要判韩国瑜能不能死出来的时候呢 就会投射到这四个人好像怎么样都不行 以至于你看 现在在炒这个初选制度 然后美国的什么总统初选 炒得乱哄哄 越炒越急越增 我觉得那个裂痕就越失越大 那六个字蛮经典的 现在 绿营 没人炒 蓝营 有人增 所以这是现在蓝营 基层很多一个普遍性的担忧 对 才两个月 本来绿营 很多要选的人的心理片反映在蓝营的身上 好快 两岸之间还有一些话题 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包括了 但你看这一个谈话是来自于美国陆军退役的忠孝 他也是前驻北京的五官 他说 提到两岸 大家都觉得说 2019 到2020 很危险很担忧 但他 驻北京 担任过五官 他认为 他所看到 目前整个中国高层领导人 意识到解放军在作战指挥能力方面 存在了一些比较重大的缺陷 所以他评估 在2035年之前 基本上 中国的领导人是不会让 解放军 轻易的 出去参加任何的战争 老师怎么看 其实 大陆我觉得他一再强调的是 和平崛起 但是在和平崛起里面 他实际上军力还是 不断的在这个 现代化当中 尤其是在习近平的这个 上任之后呢 他对军事做了很多的这个改革 所以我觉得对他的一个大国崛起 军力的这个 提升跟改静事实上是必要的 尤其他有很多的一些武器的 一个更新 我们看到 尤其像这个海军跟空军 他的这个实力是在提升 所以我觉得 解放军的实力的提升是 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个提升的时候 不表示说一定要作战 因为就是说 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们看到 习近平他的19大报告里面 他强调的是一个到2050年 一个长时间的一个 走向这个大国之路 这大国之路 你最好就是不要发生战争 你都发生战争的话 你可能会去中断 但是他的这个军事现代化 还是不断的在这个前进当中 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个 我觉得就是要看 第一个解放军是跟谁比 就跟美国比的话 我觉得解放军自己都心知肚明 大家落后 就是说他们落后这个美国 大概也15到20年的这个时间 差不多嘛 你最多可能缩短到10年之内 可是你基本上你还是落后的 第二个你没有准备好 你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 所以他不会的 但这并不表示说 这个就一定不会发生战争 因为战争有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 政治因素的出现 就是尤其是你譬如说像 台海跟南海的问题 如果你被逼得 他为了国内有所交代 或这个情势已经失去 超过他的这个期望 他也可能会做一些这个 军事上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 解放军在持续的进步 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觉得台湾是不能够小看的 第二个 这个解放军当然比不上美国 所以中国是没有把握上 他不一定要跟美国打 这场战争 第三个他讲就是说 2035 他这有一个时间点中 因为习近平的强额之路 本来就分两阶段 就从现在到这个2035 他说是一个这个大国 2035到205年是强国 所以我觉得到2035 如果从现在确实 你再给他15年的时间 当然他的这个进步 可以讲说 那当然是就更不再 以目前的这个水准 所以我觉得应该 用这个角度来看 不打没有把握的战 不堵弄叫战 但如果真的发生局部性的战争 可能是一个压力锅 必须要找出口的一个地方 南海我们就回来聊吧 马上回来 来关系一下南海的局势 2月11号 两艘美国军舰又再次的驶入 南沙群岛当中的美基礁 12海里的范围之内 当然中国南部的战区 都立刻做了回应 会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来捍卫主权的安全 任何侵犯中国的主权 都是不被允许的 不过我们相较一下去年 去年9月份的时候 当时不只是到12海里之内 还差点撞上 当时要撞上的时候 解放军非常严厉的措辞 你再来 后果自负 到底什么样的后果 看起来美军觉得好像没什么后果 所以我就再来 老师你怎么看这事情 之前料狠话已经用尽了 那人还是照来 对啊 如果他 本来是希望如果讲后果自负 美国能够不再来 这个当然他就能够获胜了嘛 但是这种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当然是经常在讲的 他总是要讲 现在我认为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上次那个对撞 就表示说 其实解放军也无计可施了啦 就说如果我的实力真的够强的话 其实我是想办法 你不敢进12海里之内 你进来之后 如果发生冲突 你可能就回不去了 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他的做法就是说 我用牺牲打的方式 我就跟你跟你对撞嘛 对不对 那反正我这个中国的 对于一些这个装备跟人命的损失的 标准跟你美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方式 把美国去逼走了 当然美国事实上后来也放话 如果你下次再用这种方式 那你也是要有心理准备 可能我们就不会散开 因为上次美国是被迫散开 这个对美国也是颜面不好看嘛 他觉得如果你在这种 下次用这种不专业的方式 那美国也许会有不同的 这个做法 但是美国到底会怎么做 我相信解放军也 也难以撤 所以我觉得双方其实都在停在一种 心里喊话 你认为也不会再升温了吧 我认为也不会再升温了 我觉得因为 能用的很坏也都放进了 对他们其实我认为就是说已经形成一个标准的这个模式 第一个就是说 在川普的任内 你说让他的船舰不再来南海 不禁有岛礁 这是 不可能的这个事情 但是他进来之后 他会做什么事情 可能也不会有太过的惊人之语 就是他惊人之作 他还是会离开 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既得利益者 他的这个岛礁都建成了 你美国也没有办法让他把它挖掉 冲进那个 甚至就是说 中国利用这个每一次 每进来的机会 就是说 我为了自卫 我本来说我不要武装化 因为你常来 所以我不得不武装化 我又把他 增加一些武力的措施 所以其实实质上 中国是在巩固他的这个主权 的这个领土 因为他本来是认为不合法的 他也不会撤除 他把他武装化 那美国就只是象征性的 每次去走一下 那中国就在旁边尾随喊一下 那大家就洗你如衣 我正要问这个 老师我真的特别问这个 因为 上一回呢是 十二海里那边 就几乎要撞到了 那这个 后果自负啦 那如果这一回 你又进十二海里之内 我又军舰过来 我不拦你的话 我自己也没台阶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 美舰两艘过去 没有大陆的军舰出来 对啊 所以说这也相对于一个 避免到时候 更尴尬的场面出现嘛 可能因为在贸易谈判 避免上一次的这个模式重演 因为上次我已经做到这个作对 如果你 你这次又散 你这次 大陆自己主动散开的话 显然比上次的那个 强度更低 那美军就认为说 你上次你也是纸老虎啊 那我也不怕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避免这个冲突 第二个就是说 像现在这个状况的话 也尽量避免就是在发生这个 实质上的这个冲突 干扰到 中美之间贸易的谈判 这个我补充一下 是让国际政治常常有一些 都是双方各出招 然后造成这个地方 维持一个正义状态啦 可是没有真的冲突 这最典型的就是钓鱼岛海域嘛 对 你看中国跟日本对峙多少次了 我刚才超过几百次了吧 可是没有真的死人啦 可是 他就必须双方都要维持这个正义状态 可是我也没认输 那当然有时候你会更进一步啦 更进一步就是有死人啦 比如说以色列跟叙利亚 那本来中间有一个非军事区嘛 那双方就互相指控说有越境 然后 大概有人去统计啦 大概死了一两百个人这样 可是就是也没发生战争 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有点类似啦 只是说你摆在哪一个光谱啦 可是就是属于一个争议地带这样 那你刚刚委员特别提到因为现在美中贸易嘛 所以就不会再进一步 但主角不出手配角来可以 因为现在英国英国说2020就明年了 要部署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也会在南海 到时候呢会跟 F-35舰载机一起跟美国的海军在南海巡弋 委员为什么 英国拖自己就已经很辛苦了 他还不派一个航母花不少钱 他也要在南角扮演角色 我觉得他很难被美国拉进来的吗 当然是啦因为最近 连英国电信都抵制华为被美国拉进来嘛 那那个钱你要自己吸收啊 我的感觉啦我的感觉就是 美国要把这个地方 拉更多的人进来 表示说这个不是只有我一个国家在关心 那搞不好英国进来美国有给他做一些补贴 我们不知道 配合演出席也要酬劳 当然啦因为美国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公海好像只有我关心 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用一个一种话语在 说美国嘛 说你又不是当事国 你又不是南海当事国 你进来搅局干什么 所以英国 英国也进来搅局了 英国的航母出现了 会让美国更有正当化 当然啦就是比如说法国英国都来 那表示 真的很担心南海这个国际公海 不过我觉得英国是有点可笑 他讲说他要载着美国F-35的战机来 假设上面没有美国的军队跟战机 那英国来 更独立一个 恐怕他就不见得就敢单独来 因为你这个 就说我跟美国搭配 我上面有美国的军人美国的这个战机嘛 看起来好像航母是英国我来了 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你背后其实靠山 还是美国在那个地方 配角配合演出 不要那么卖蜜 卖力可以不要卖蜜 来看看这个谈话是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说美舰通过的是一个国际水域 而且是在国际法下做的允许的航行 那这是一个例行刑的任务 相信看到更多的美军在附近这些活动 美军在这边会变成一个区域稳定的重要力量 如果我们没有把吴钊燮的这个照片秀出来 告诉你是外交部长的谈话 请教一下敬平 这下面像是美军 新闻单位发言人说的话 美军的新闻单位 不觉得是很像美军的发言吗 很像美军的发言 所以我说除了 我们之前讲过的国防部之外 现在多了一个外交部啊 甚至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这个 台湾的这个外交分支 或者是台湾的 新闻联络官 新闻联络 军事新闻联络 都出现了 其实 吴钊燮这一点有点 类似让人家觉得好像投桃报李一样 因为之前那个美军的印太司令 这个戴维森 才公开谈话说这个 中国大陆他现在习近平所推的 这样的一个一国两制 可能偏偏改变这个台湾 这样的一个这个台海情势啊 然后这是美军所反对的 然后美军是 捐绝 不赞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改变台海现状 那 后来外交部当时还这个发言回应 感谢 美军印太司令部 对台湾友好的发言 那外交部那时候还发新闻稿 然后外交部的发言呢 还去这样的一个 感谢美军 所以我说这样的一个投桃报李 真的好像美军跟 外交部你农我农这样的一个 似乎感觉 一般发生什么事情 美军印太司令部就马上从关岛 从这个 夏威夷立刻出发 持援这个台海 事实上 这只是一个在表面上做给中国大陆看 因为 在 这一两年半年来 应该说这个彼此双方互动的这个军事演习 不多的情况之下 你有时候用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发言 尤其是外交部长 吴钊燮他做过陆委会主委 他深知道说这一块是大陆最敏感的这个 这个东西 那如果美军有任何的在言语上 文字上 或者是动作上 对我们家 对我们国家采取有利的这样一个方式 你起码在国际媒体的能见度上面 你会塑造成这种同盟的这个形式是一直稳固的 但是对于这个大陆来 对大陆也尤其是中国大陆外交部 他们是一直鹰派 这个当家的 非常 对这种事情非常忌讳 看到吴钊燮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发言 再加上吴钊燮过去 这个也是这一个月半个月以来对这个大陆的这个谈话也是非常的这个凶狠 难怪国台办会指着这个吴钊燮的鼻子骂 然后就是骂他的一个这个对两岸关系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绊脚石 所以 发言的敏感度他不可能没有 你看他是委会的助理 他还当过国安局局长 是啊 所以国安卫 国安卫 国安卫 所以因为吴钊燮的身份敏感 再加上他去评论这些军事还有外交延伸的议题的时候会特别奇怪 以至于说其实台湾人并不会对这种方式会多care 而是我们在跑新闻的这个记者 他们会觉得说 吴钊燮是哪一个国家的代表 吴钊燮他讲话是代表这个美军的这个印太司令部 太平洋司令部 还是 现在的这个外交部呢 而是说其实他们在政治上呢 这是一种互相取暖的话 这个是表达一个台美友好关系的一个非常直接的 不过老师跟你请教 除了台美关系友好之外 这样的一个部长级的一个对外的发言 台湾的外交部长 来宣布美国国防部未来的规划 这样有没有违背一些国际的一些 怪 有国际之间这样的发言OK吗 我觉得他是表达他的一个 一个期望了 一个期望 就是说 这一部分 是不是美国国防部一定会做 我们并不知道 那么当然我觉得是说美国现在就是说 他基本上就是维护他的航行自由 所以他不是南海去了 他这个台海也去了 那么也许就是说在双方的互动里面 可能美国防部会讲说 他们未来会持续这么做 但第二方面我觉得 这可能也代表就是吴钊燮 他本来的个人的一个期望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蔡英文上台之后 他整个的政策 其实就是亲美嘛 那你现在面临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压力 他尤其要展现就是说 美国也还是支持这个蔡英文政府的话 当然他是乐观其成就是说 这个美国会派这个军舰来经过这边 只要有一派出来的话 他就表示这个欢迎 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预判 这个预判我认为说 也不是说不合理 因为看起来就是说 这个美国他不会停止 这样一个例行性的一个 一个动作 因为美国要做的 他不只是 保护台湾 我觉得他只要强调 这个 除了南海他敢来 台海也不再是一个禁忌 预判是一般老百姓都可以做私底下预判 他是 台湾的外交部的部长 接受媒体访问 这样讲好不好 我觉得也还好 我觉得也还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这个忘了 就是说现在美国也公开讲 就是说 这一方面 他这方面来讲是希望能够维护 维护这个航行的一个自由 当然吴钊燮看到这种情形来讲 他就是说 相信会越来越多的这个方式 这我觉得是给自己壮胆 也为蔡英文政府的这个 美国的政策背书 但是 其实美国AIT马上 现在发布一个讲 就是那你台湾自己如果要 推动这个台独的公投 我们也是反对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事实上 他的一个立场看起来还是蛮中性的 并不是说 你能片面解读 现在就为你台湾 什么都可以做 那我的这个行界在这边是维护 先把你守好 你在内部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过度的解读 南海还有另外一个 现在相对的配角 菲律宾 菲律宾在南沙群岛 台湾宣誓有主前的中叶岛这地方 填海造陆 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 大陆方面就曾经派出的 不管是渔船 他们的船舰大约是将近 100艘 在中叶岛的附近做监控 也是抗议 当然菲律宾后来也没有 对这些 暴危行动做些相对应的回应了 所以有点不了了之 但时间隔了这么久 到了2月11号 前段时间 美国智库的一个网站 特别提出来这件事情 我们节目也有 稍微讨论到一下 那在2月11号 蔡政府才正式的提出了 抗议也重申对于这个中叶岛的主权 郭伟委员你觉得 会不会有点隔太久了 因为中叶岛菲律宾是实质占领 那台湾也没有能力派军舰去干嘛 那 我觉得中国会抗议是因为他跟菲律宾有一些默契 他觉得他违反了默契 比如说我也不动你的黄岩岛 那你怎么可以动你的中叶岛 如果是实质占领然后台湾又没有 特别伤害到什么 那何必要在 2月11号正式的提出抗议 因为 我们国内有人 有人在说嘛 说台湾怎么都没声音啊 所以 台湾是有舆论反应 当然是这样啊 事实上坦白说 如果中叶岛 是被菲律宾非法占领 那中国应该要 不断抗议才对啊 他们很积极 可是这次是因为他填海 他才派船去嘛 去包围 我的意思是说他怎么不持续派船去呢 就表示说大家还是有默契 还是有一个默契啦 就说我黄岩岛我暂时也不动 你这边也不要乱动 那你这个就是 超越默契了 杜特迪他之前讲过 南海已经落入解放军的手中了 你美国也不敢正式的开火 但是他敢 造海 这个天海造陆 他怎么样达到这个 其实他这个行动我是有点意外 因为 他急需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 对有人说他是吃了豹子胆之类的 你怎么看 我认为可能是菲律宾内部也有很多人 觉得他太轻忠啦 所以他偶尔也要说我没有啦 OK 所以这个动作可能也之前得到了北京某种程度的谅解 我认为是不然不会一下就 戈然就停止了 嗯 好 那对于这个南海发展其实呢 我们持续为大家做关注 等下我们回来就要聊就是 本来3月1号就要立刻到期的美中贸易谈判 现在看起来 有可能 把这谈判的时间的 截止日期 再往后延 回来聊 美中贸易谈判这一波还在北京进行当中 眼看3月1号本来的期限就要到期了 现在川普他有点放话 透了一些风声 现在已经接近达到还不错的一个成果 所以未来不排除如果真的到期的话 如果已经达到一定的比例 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贸易战的截止日期 再往后拉个60天 其实你当美国的台湾代表也是蛮闷的 因为他们的台湾代表 目前人在北京正在前线作战 但没有想到后面他们自己的总统就已经掀开了炮 前线作传的官员讲说 这日期是不会往后延的 但话才没讲 多久川普就说 现在还不错 我还挺满意的 接下来可能会再延两个月 我想请教一下老师你来看 因为不只是川普讲完这话之后 北京的官媒也稍微呼应一下 川普的谈话内容 说暂缓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譬如说5月1号 也不是不可以的 这5月1号刚好跟川普讲的两个月是一样的 老师你怎么看这事情呢 说我们好像都在找一些台阶 让这个事情好像适缓则缘 应该确实是如此 因为在坚持下去 其实也是两败俱伤 当然这里面我觉得 中国伤的是最大的 因为他的这个关税不断的被增 而且就是说 接下来如果有新的关税 他的出口更会影响 尤其我们看到就是说 现在已经影响到 就是大陆的一些 投资者 大家因为想到说 如果中美贸易战 是长期的话 很多已经开始有一些撤资的准备 或转移到其他地方 那么整个的一个 不管大陆自己内部的这个研究机构 或国际的这些调研机构 其实都评估大陆今年的经济 它实际上是下滑的嘛 那我是觉得就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他从19大之后 他走的是一个长期执政之路嘛 如果这时候你面临到中美关系的这种争执 也许大陆有一派英派认为说 他们可以撑到底啦 但是撑到底你也必须要付出代价 那这会使得你的这个成长之路 这个或 就可能变迟缓了 甚至也许在这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危机嘛 大陆现在常讲 包括要预防黑天鹅 或者是灰犀牛的这些 这些危机 你持久下去 整个对他的一个经济政权都不能 所以我觉得大陆是要让 但对川普来讲 他也希望能获得一些 一些成就 包括他这个近期他 昨天他讲他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要要要造墙 那因为他的这个声望 也是蛮低的 包括他现在对 这个北韩 为什么他现在急于希望能够见面 有一些有一些成果 也就是说他为了他 他自己2020年的这个竞选 他要有一些成果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从中国这边 真正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让步的话 我觉得其实美国也有一点这个见好就说 所以我觉得川普他为什么希望说 最后还是要他跟习近平两个来拍板见面 他是要收割这个成果把他营造说 最后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掌控者 那尤其就是说 现在其实对于 双边的台湾大街开出来 中国能让的都已经让了啦 其实如果美国还要要求 就是他做结构性改革 你可能也不能让 那你这样拖下去之后 那中国 现在没有办法让 被迫打这个贸易战 其实到最后也不是 应该也不是川普希望乐见的 台面上看到老师刚才我帮老师做个补充 就是中国能让的部分就是你要我买 我能够采购清单能买的就买 现在比较增结的还是结构性的问题 还有这个技术转移的问题 这个东西还是核心问题 老师刚刚的说法是双方都要打台阶下各自有盘算 因为再打下去中国内商会中 对 那对于川普来讲的话呢 最新的ABC民调他只有37% 他也希望能够再拉高一些 好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波在北京的谈判 美国的 鹰派 最强硬的代表 莱特希泽 被媒体拍到 双方握手的时候 他是表情非常严肃的 相对 刘鹤是保持着微笑 近平你以前是媒体人 你刚看到这两个人在握手的时候 一个刘鹤保持微笑 那美国的代表 莱特希泽 很严肃 你觉得有透露什么讯息吗 莱特希泽他过去 在这个加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之前 他本来在这个 国际就知名的这个经济贸易上的这个律师 也是在 之前在2000年 2001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首次加入这个 WTO 要入市之前 他是反对最利的 那时候柯林顿政府和华府的这些政经民流经济圈 说倾向这个 就是帮助中国能够融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莱特希泽当时就是 最反弹的 而且当时他讲的话 很多人现在来看可以说是一个神预言 说当时他认为说如果让中国入市之后呢 中国将成为主导贸易的国家 美国有很多制造业的工作 全部都会不见流失掉 你对照了这个川普 他这两年竞选之后 然后到上台之后 大声的几乎是不是 有点符合刚刚来的 我讲的莱特希泽在2001年2000年那时候所讲的话 所以才会被人家讲说神预言 那这次两人当然主客意味之后一开始是在美国 华府谈音乐底的时候嘛 那时候其实 刚开始刘鹤还有点紧张 一下子要去见川普之前还会口误 在见川普前人家在问他说对美国有没有什么重大的让步 他也讲说 可能会提高中国跟美国买一天的这个 大豆的这个量提高了一天六百吨 大家就吓了一跳天哪 这么多 然后 现在呢 主客意味到了这个北京去 莱特希泽神情严肃是因为 接下来 他们要如何为美中双方的铺陈 就是帮 中国习近平跟美国的这个川普 能够让他们两个 在这个为 这个川习会之前啊能够铺 甚至把两国的都能够接受的一些点 写到了这个美中贸易谈判最后一个ending 然后写在里面一个谅解备忘录 这样双方能有个共识 美国希望你在中方这个多做一些让步之外要白纸黑字的写进 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不是在外交 这个成立上没有过 但是你要中方能够具体的承诺然后写进去然后又成功 这样一个配合的这个美国在这个最终的美中贸易大战 完完整整的做那么大的让步的话 其实对中国来讲他压力很大 刘鹤 中国的这个习近平的首席的这样一个智囊又是贸易的这个国务院的副总理主谈贸易的代表 他可以承诺你很多包括说增加采购你的这个半导体五倍的数量未来五年两千亿美元等等之类 虽然美国会打枪但是呢 因为我刚讲的那种政治上的东西和美国想要的没有达到 也难怪莱特希泽他搬着脸 因为他本身对中国 就不是那么的这个友善在贸易上面经贸上面的东西 加上他这一团里面还有一个 曾经出过一本书致命中国的那个作者 皮特拿瓦罗 他也在里面他也是他的这个美国的贸易顾问 强化而且他是鹰派 华府对中国鹰派的这样一个经贸的这样的其中一个代表 那加上他这个莱特希泽他们希望能够达成川普要的一些这些东西 你想想看 不容易啊 所以为什么在讲说川普一直在放话说 我也不排除 谈得顺利的话 延后六十天这样一个提高关税从百分之十趴调到二十趴 这都是川普惯用泛化的伎量因为一旦没达成的话我觉得这些 原罪背黑锅啊 就是莱特希泽 要背黑锅 所以已经预期到脸会黑 这个我觉得很贴切 容易的话 九十天就谈完了 你又加码个六十天呢 所以你说现在乐观 然后告诉大家 因为乐观所以加六十天 根本就是个反话 就是因为不乐观才要继续加着沿着谈啊 我以为你也是这样的看法吗 我认为莱特希泽是对川普的软化很失望 因为 对川普的软化很失望 因为他们第一次见面 听说他就讲三个字 就是inforce inforce 因为他就认为 中国没有办法监督嘛 所以他要求要能够定期去做review 那中国怎么可能让你来review 那我不是有入主权 所以这个部分他就一直很care 所以他真的可能在前线打仗 然后 说不会延期 听到川普讲说要延期 至少我昨天看到一个英文的新闻 说 美国不排除让60天 延长60天 那他们贸易代表团是非常愤怒 说怎么会传出这种新闻 因为前线在打仗 我在打仗你传出这种新闻 那我 我怎么谈啊 前方吃情后方请吃啊 我知道 最差的谈判手段之一啊 所以我 而且我觉得大陆是很希望能成 坦白想 现在大陆的经济状况比美国差 知道今天《明治报》还发表终身的文章 那连环球网本来是鹰派现在都写这样的文字 他希望很希望能够成功 所以为什么刘鹤会笑 因为 因为 美方已经答应要写成谅解被忘录 而且下礼拜还要在华盛顿再谈 OK 所以这个就很明显是有进展 所以 中国媒体的标题几乎都是写 重大进展 他们的标题都是这样写 而且我觉得中国媒体蛮一致 那美国是乱成一团 美国有没有碰到一些钉子啊 除了在美中贸易战之外 他们要 找很多的盟友 一起打这个贸易战的话 当然在欧洲这块市场 美国积极也是拉很多不同的国家 由政治上面的表态 去防堵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利益冲突 包括了像是华为这个事情 那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去了 匈牙利 这一回 好像贴到了铁板 匈牙利 也是讲明白话 他说匈牙利可以跟中俄跟西方国家 都保持透明的关系 但是你美国单单就把我们跟俄罗斯坦 中国的关系 挑出来讲加以指责 你根本是太虚伪了 这个其实很多 被要求 被美国要求表态的一些 尤其东欧的一些国家 共同的形成 很可能是 确实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就是说 整个欧洲是分成两块 就是说在这个西欧的部分 其实对美国支持比较多 包括就所谓的这个五眼联盟里面 英国当然是最早的这个表态 那德国他是让 本来坚持的是一个 多边跟自由的一个贸易 而且他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 是非常好 其实德国并不太喜欢 这个川普的这样一个贸易的 一个政策 但是现在德国里面也有声音 就是说对于 像这个华为这番来讲 是不是要作为这个德国未来的这个合作的对象 都必须要这个比较审慎的 这样一个考量 其实英德法都还没有完全否定掉 但是他们就是因为条件好 可是我们看到东欧这些国家 那中国跟东欧特别还有一个 10加1的这样的一个集团 就在这里面其实包括一带一路的这个经过的地方 那么在很多的一些东欧国家内部 其实有参与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基础的一个建设 那这里面当然我相信包括电信建设也是其 其中的这个部分 再加上华为他的这个 售价确实是 比较比较便宜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他们本来就有产业的竞争力 可能他们自己本来也不见得希望华为 可对匈牙利这种国家来讲 他没有跟华为直接的一个竞争的这个产业 但他希望是一个所谓的吸收者跟实用者 那谁的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谁的条件比较好用谁的 他不一定要听美国的 好 这就是看接下来 包括了其他的国家如何在政治上面 表态跟美国战略同一阵线 但也不跟中国摊牌 他们的如何做一个 取舍跟玩味了 好我们大家回来看的是川晶二会 马上敲定是要在越南的河内登场 两个人会有什么可以期待的 另外一个媒体报导的一个蛮妙的一个话题 就是川晶见面之前 金正不是去一趟北京吗 传说他去那边做了健康检查 有这回事吗 回来聊 二月底国际政治大秀 二月二十七二十八号川晶二会 确定在越南河内登场 说到是秀 是真的秀还是说会有实质的东西 人家说一回生二回生再次见面应该有些期待 老师你怎么看 确实 我觉得重点来讲就是说双方一定要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内容 因为第一次大家觉得能够见面握手就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这个成就 大家也不要求太多 虽然那时候其实美国的一些 学者跟评论人士表示失望 但事实上我觉得那基本上是在一个没有 前提跟工作的这个团队协商之下 所见面的 尤其川普他重要的是要那个感觉跟跟氛围 那现在我们看起来就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些一些僵持的话如果 再是第二次的一个见面 又跟第一次差不多的话 没意思 对就没意思 没成绩单 没有成绩单 就难以去对大家做一个交代 那我是觉得双方就跟 跟刚才中美贸易一样了 我觉得双方现在期待都要有一些下台阶 都要有一些实质上的这个成果 因为北韩要的是一个减缓 这种经济上的这个压力 跟安全上的保障 那川普要的就是说实质上 那北韩在这个废核方面有一些实质上的进展 所以为什么他有些数字 北韩你运出多少核弹头 譬如说 然后我去换 换美国一些解除制裁的一些数量 对包括就是说可能 如果就算是没有和平协议 至少要一个中战的这个宣言 就这方面来讲的话 至少让这个北韩觉得 我如果再继续进一步的这个放弃核武 那我至少在这个安全方面 那么有一些比较明白的这个进展 他可以向内部的这些反对派有所交代 提起来说这个越南河内 是北韩挑的 金匹平 知道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挑北韩 本来一直传闻是不是在越南 中部的度假城市 陷港 可是因为这个 北韩 他们的这个平朗 驻越南的这个大使馆 在河内 陷港并没有 所以后来金正恩这个要求 要选在这个那个河内 所以河内是这样的一个出现 那为什么在越南呢 就主要说美国跟越南跟 北韩其实都发生过非常血腥的战争 在上个世纪 韩战 越战 那都有这样一个背景因素 可是越南这几年这个共产越南 这样一个 下来 其实在 国际上对美国的关系 越来越改善 而且 慢慢也走向美国 希望建造的改革开放 美国对美国来讲 川普希望 建造北韩 越来 现在跟过去的越南 就是未来的北韩 川普希望看到这种局面 美 对北韩来说美国 这个 越南在美国跟 北韩之间 关系算是都维持中立 都还不错 两国关系都 维持得算很好 然后而且呢 再加上说 美国希望说 考量到北韩的这个 领导人金正恩的 倡议一号他的专机啊 不能飞太远啊 而且他要飞越中国领空 他送出去新加坡 所以 所以这次不要选太远的地方 曾经有考虑到蒙古啊 什么其他国家都 所以新加坡都能飞的 那何况越南一定能飞嘛 其实川普对 金商办 金小胖很贴心 所以他考虑到又让他飞中国的这个领空 因为他怕死嘛 所以这是安全的这个要素 再加上美国想说 让中国看 不只北韩 在这个美国的手中 越南也是一样 为什么选在越南 这两个我都叫得动 一上一下 中国就夹在中间 所以对于川普跟这个金正恩两讲 当然这个选越南 而且越南他2017年曾经主办过APEC峰会 去年又曾经办过WEF世界经济论这个区域论坛的这个会议 他有经验 再加上因为这样办川金二会 新加坡去年这样办了之后 是不是国际的这样一个地位就提高了 那越南也想来一次啊 又可以增加了观光的这个观光旅客的这个来源 又可以吸引到国际媒体的话题 现在看一个数字 全亚洲观光人口成长最迅速就是越南 过去这一年半拜这个中美这个竞争之词 越南 甚至赚最大 刚公布 跟美国直航 一个礼拜飞四班 委员跟你特别请教一下 就在川金二会要登场的前夕 安倍 日本的安倍 写了信 给诺贝尔 这个班长的单位 他要推荐 川普 拿诺贝尔和平奖 然后 文在寅据说也准备要跟进 你怎么看 川普 会不会继欧巴马之后 再次成为一个美国的总统拿下诺贝尔和平奖 这我要泼点冷水 我坦白讲我认为川金会是比 中美贸易谈判要更困难 因为核弹是北韩的唯一筹嘛 那美国提出来的条件是CVID嘛 C就是comprehensive要全面 V是verifiable 是可证实的 也就是我要去看 那个I是irreversible 是不可逆 不可逆 D是destruction 我是要毁掉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你只要纳入CVID这个程序 你北韩就通通都在我的眼睛下面 我也知道你什么时候会 失去核武 那你想一想嘛 我北韩如果没有正式取得 美国在正式的承认 比如说高陈兄刚刚讲的说 我至少我以后 绝对不会打你 我如何有把握呢 我如何有把握呢 我的保 我这个简单讲叫政权保证 那如果说这些有些难度 但至少川普在 摆平IS 要从总统撤军 然后让金正恩不再乱射 飞弹这上面是已经看到了 像这几点可以得 现状就这样 所以现状就已经得分了 现状事实上刚好是金正恩跟川普的平衡点 我讲白了 就说基本上试射 已经停止了嘛 那美军也不用派个航母舰队 我说以上刚刚提到这几点 包括讲中东的状况 RS OK啦 然后中东美国要撤军之类的 这些还不足以让川普拿下和平 和平奖吗 不足以啦 当然不足以 他那个不叫 不叫 处理完的 那个叫撤手 那安倍写这封信 很明显的就是要拍马屁吗 不当然是 因为他一直被 格决在外嘛 他觉得 奇怪这个议题怎么都帮我科学在外呢 我要有角色啊 对不对 而且坦白说啦 川北今年也 安倍今年也想搞修宪 那 朝鲜半岛紧张对他是有利的嘛 所以他是讲反话啦 我讲白了啦 朝鲜先生把如果说紧张 日本才有理由修和平宪法嘛 如果 这个问题被川普给解决了 你日本还有理由修宪吗 你有什么理由呢 都已经和平了 对不对 金正恩要出访之前还有一个 南韩媒体报道一个消息 我个人觉得还蛮重大的 韩国媒体讲说在 习近平积极的劝说之下 上一回金正恩去北京拜访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记得 他特别抽了空去看一下 北京很有名的 同仁堂 在同仁堂 当时只是做一个参观 这个生计上面 相关的一个报道而已 但现在传出 在当时金正恩有去做一套 非常精密的检查 而且 做完检查体检之后呢 也曝露出金正恩身体是有重大的影集 至于这一点我特别请教一下 近平了因为 之前我们节目 像天夺哥 做过国安人员的 就跟我们讲 像金正恩这种 北韩领导人 他所有在海外 吃了饭 上过了厕所 连排泄物都要打包带走 以免被外界 收集 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因为 像金正恩的爸爸 之前都有替身嘛 搞不清楚他身体状况 出来是谁都不知道 那怎么可能会在 北京去做健康检查 让一个另外一个国家 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 是 完全信任北京 还是这个消息 不一定是真的 应该是 蠻确实的 据说习近平 对金正恩的健康 非常的关注 对 那金正恩的这个你刚讲他的做法 他不是从他这个时候 才开始这样做 他爸爸那个时代就这样做 但以前那个 叠对叠冷战的这个时期 而且科技不发达 当然是耳于我炸 没有办法去收集 包括什么马桶尿液血液 但这个可以做一个精密的筛检 就是因为金正恩外在的这个显露 已经非常 有点让 美国的CIA跟南韩的这个国情院都评估 非常有点危险 金正恩这个自从 他爸爸过世他接班到现在以来 已经胖了40多公斤了 2016年7月1号 当时南韩国情院掌握到的资料显示是金正恩已经 那个体重标破130公斤 他刚开始要从他爸爸手上接下政权登基的时候呢 差不多才90公斤上下 你以现在130已经 多了40几公斤 那是很可怕的数字 再加上你看他有一段时间2014年 2016年都有一段时间两度消失 蛮长的时间 有人说他去北京 脚开刀如何如何 好像走不动 还要阻折拐杖对不对 他的肚子越来越大 后面的这个头啊都可以变成两层 那个头皮都可以夹硬币了 那我这样讲在平壤可能会出事啊 但是好在台湾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因为金家一直有这种高血压的家族病史 从他的爷爷到爸爸都看得出来 所以他到了这个1月7号7、8、94天 访问北京那时候 传说 那个习近平就是劝他 去参观同仁堂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个检查 后来同仁堂就帮他安排做了三项检查 一个是肥胖症 一个是高血压 一个是糖尿病 这算不算国家机密的健康检查 其实算 那算的话怎么会北京流出去 因为北京跟他的关系啊 但是这个流出去是从 金正恩信任北京啊 所以做了检检 但北京怎么会让这个检检的消息流出去 而且让南韩 因为有个阴谋论就是说 北京还把这个金正恩的健康检查报告的内容 可能某种程度 会不会跟美国 做一些交换 所以 北京留给这个 韩国 我觉得不太可能 大部分可能是从美方那边 因为 韩国的这个情报的消息互换啊 通常都是跟美国来合作 你不要认为南韩的消息就是对的 他有时候是为了 如果北京 男孩的情报院就是 他有时候是故意 其实这种检查的话 这个第一个就是可能我认为也是一种双方友好的一个表示嘛 就是我来你顺便做一些这个检查 除非我觉得有种可能就是说 北韩他自己的这个医疗的水准 实在是不够 那金正恩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你这又不能够去找一些真正不信任敌对的国家 那你现在既然跟中国的关系这么好 那你就让他去做一个这个检查 这是对他治疗 否则的话 或许是一种真的就像你刚才讲就是 双方的这个这个气氛非常的好 因为金正恩已经到北京这么多次了 那而且是金正恩很想了解 就是说 大陆这种改革开放的一些一些作为 像同仁堂这种国际事业 所以是做一些这个见解 前半段我都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我认为说如果假设真的流出去的话 我认为是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它的敏感 如果你假如把它当作一个花边新闻说 它去做一个见解 那只是代表就是双方关系好 但是这个数据 假设中国把它当作跟美国 是为了解 是为了解 所以就算是来露就 这种文化 就是我可以信仰 这是神经常的 那些人的辑造 仍然和着 到底是否 这是有点 这种事 感谢观看